马桶人之假如宇宙的同仁作者都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人 那么思考的角度总是能够给我带来灵感 比如大家现在看到的 《假如马桶博士死于泰坦监控王之手》这个同仁作品 就让我感到有些好奇 昆曼这个时候的实力属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要知道在昆曼逃走之后 如果按照战斗时间来算 昆曼根本就无法完成像是核心能源改造这样的大升级 实际上通过对比昆曼的外表上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 所以他才能够成功的伪装欺骗过了UFO和泰坦们 给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完成了胜利大逃亡 但是这是一个很无解的猜想 毕竟在马桶人的正版剧情里面 这个早已成为了过去式 大福克不可能专门制作一个彩蛋 来解释昆曼的实力提升之谜 不过在这个同仁作品里面 泰坦监控王依然脑当异壮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同仁作者对于第74级的假设 泰坦监控王在这么多集里 一直在更换装备 却没有展现出相应的实力 那么他舍身取义 为监控人争取撤退的时间的时候 会不会爆发一下小宇宙呢 假如他不是死亡 而是获得了另外一个结局呢 目前马桶人第76级P2的预告当中 仍然没有显示出任何有关泰坦监控王的消息 他是真的死了吗 还是说像假如宇宙里面这样 泰坦监控王又一次更换了UFO的装备 再次登上实力榜的前排位置呢 这个事情真的很难猜测 但是终归要揭露真相的 你们觉得会是在第77集里面 得到泰坦监控王的消息吗 还是说他要像曾经的泰坦电视人一样 过个几十集还没有出现 小伙伴们你们愿意等吗 按照大复刻现在更新的速度的话 有可能我们再也等不到泰坦监控王的出现了